这台311按启动按钮 他的漏宝卡机就跳了 老板说他们休一天没找到原因 这个故障很奇怪 看一下有多奇怪 去去去去的时候 那就是拿了抓两天 现在就是一开机他就跳 一开机他就跳 我给他换一下 没任何反应他卡机就跳了 对啊 漏电 这是那啥漏电啊 也就是说在启动的时候是漏电的 启动哪个的时候跳了 你给你的什么键子 给你的是 是电机的 组电机 对啊 总算要给这个 一人跳了吧 他按也不跳了 不是不是 拉了 不是 不就看他拉了 按也不跳 这样这个砸是坏的 那启动的时候他弹出来了怎么也是好 对啊 那电比那不脆掉电压 零线 零线带电 用电比测零线带电 一般零线带电要么零线断了 要么漏电 然后拉掉这个总杂 再看一下 零线带电压 70多幅 这个电很明显是感应电 不是漏电 这种情况很明显就是零线断了 零线没通 而一启动就跳漏电保护器 这是因为没有零线的原因吗 这种情况很少见哦 那就看一下是不是零线断了 去找一下这个设备的电闸 设备的空开 在这 三个火线一个零线 这就是那个零线 零线没通 还不敢这么接 零线不能单独接空开呀 把零线接通以后看能不能好 再用万一表测一下灵火之间的电压 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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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还担心这些接触器的线圈会不会烧 因为它是220伏的 可以测一下线圈电阻 每一个接触器 它的线圈电阻是不是正常 也不然的话我不敢送电 不敢启动 因为像这一种确零线 它很容易收220的 线圈啊电器啊等等 不管这些线圈收没收 测一下看看 看看这些线圈电阻是不是正常 还行 测的每一个线圈的电阻都是正常的 然后启动一下 启动 没关系 没关系 动过电路吗 没动 现在是 你比如说一开 开车子里有电 现在整个有电了但是都不转对吧 对 现在整个都不转 然后你启动这个它才转是吧 乘这个车子 刚才启动这个 对 对 启动一个好一个转 这个 这个怎么过是啥 啊启动现在启动这个启动不了 那下面就找这个主电机不启动的问题 控制电机运行的是这个新三角降压启动电路 这一组不启动 就是接触器不吸核 这接触器不吸核 跟后面的线位开关是不是有关系 因为我上次修了一次这样的电路不启动 上次修的那一家是这个行程开关不好 而这个是没问题的 行程开关都没用过 用手拧 没问题 嘎巴嘎巴的也会响 新三角降压启动电路 接触器不吸核 可以侧线圈 按下上面那个启动按钮 没有任何反应 他没有电压 所以他不吸核 用电笔侧线圈 这一个是火线 这个应该是零线 但是一侧 他上面带电 它是火线 两个都是火线 这种情况有可能启动按钮控制的是零线 所以怀疑是他的按钮开关不好 拆掉这个面板 是启动按钮的问题吗 这一个黄色的就是启动按钮 直接上万一表测一下通断 侧按钮开关的两个端子 没反应 按下去没反应 现在可以确定他的按钮开关是有问题的 再用电笔侧按钮开关的两端 一端有电一端没有 一端是220 一端是 560 也就是它是断开的 直接换按钮开关 把这个开关拆开 你看一下 触点还接出来正常 用万一表一侧 也通 但是装上就不好使 又从别的机器 旋钮开关上拆下两个 触点给它按上 点按钮 哎呀这都好 哎呀 哎 那个旧都不行 这个怎么换也不行 好了正常了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修 大家好 就是前面视频中那个露电保护器 在零线断开的情况下 一启动设备 接着机器一吸合 它啪击就跳了 就是这种现象 您遇到过吗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第一次 我开始还以为是它露电保护器下面的线路是有问题 设备是有露电的现象 后来发现 露宝送上电以后按测试按钮 看它跳不跳 结果它不跳 它不跳 我又认为有这个露宝是不是有问题 但是我突然也想 那种露电保护器三向四线带零线的 如果零线不接的情况下 零线不通的情况下 露宝是不跳的 就测试的时候是不跳的 所以我用电比一测 零线带电就确定了 它的主零线是断开的 就在上一季 它接了个空开单独控制零线 那样是不可取的 就是那种现象会烧电器的 就是 会对设备有影响的 但是缺零线跳露宝的现象 我是 第一次见 我到现在 没误出它的原理 因为露电保护器它用露电的方式跳 一般情况下是下面的线路是有露电的 这个是修的很多很多的 还有一种露跳我也见过 就是露电保护器它本身的线路没问题 它本身自己也没问题 电压的啥都正常 但是它就时不时的跳 或者说它旁边的露宝也会时不时的跳 那种现象 我修过是 它旁边的 比如说这个不是露宝是空开 它下面的线路有问题 是露电的 而且是零线露电的 就会导致它误跳 或者说是前面的主线零线是有露电的 导致下面的露电保护器 会误跳 还有一种跳大家也见过 就是像这种3P加N的 这当然这个没人呀 3P加N的三根火线一个零线 别人用它的火线了 但是没有它的零线 应用电它会跳 就这种跳露电保护器很常见 还有一种就是 三向不平衡跳 就是这个电流不平衡跳 就是三向进线 三向出线 而这个出线只结了两根线 结了个电焊机 就是大功率的电焊机 应用电焊机一启动的瞬间 露宝啪就跳了 这种现象我遇到过 就是三向电流 突然不一样 会导致露电保护器跳 还有一种跳是前几天我修的 三向电压不一样 进线三向电压 对零之间 两向都是230多伏 正常 其中一向250多伏 当250多伏的时候 开设备 它不定时的会跳哪一台设备的露电保护器 有的时候把总杂也跳了 当这个电压恢复到240伏左右的时候 其他两向都是230多伏 它到240伏左右的时候 哎 好了 怎么开都没事 设备怎么开怎么启动 它都不会跳露电保护器 一切正常 这种现象 到现场排查的时候 因为现场 不方便 让我排查到底 因为我们排查的时候 排查到 箱边电压器那一块 因为连了很多家 需要断开电路 找到是谁家的原因 导致 这一项电压升高 现场 由于一些原因不让断电 那个故障现象 如果说有人配合的话 会查出来的 但是他们也都不配合 就现场工厂的师傅 他不认为是电压的问题造成的 非说是人家的 设备有问题 或者是露宝有问题 然后 就不大赞成 我们去排查 另外还有一种现象 露电保护器会跳 就是 您遇没遇到过 很多的灯 或者广告牌 在露电保护器送电的瞬间 啪啪就跳了 然后 你在第2次送电的时候 或许就不跳了 或许 你一直送就送不上 但是那种现象 是因为广告牌里边有个电源块 那个电源块 在送电的瞬间 他对地有一个瞬间的充放电 就是 这种现象太多了 到现在我也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能给他处理了 就是 您在车 灵火线对地的 瞬间 这个表现有个瞬间的摆动 然后回味 就是 就相当于对地有个瞬间的充放电 这个表现瞬间一摆回来 这种现象会 让露电保护器认为 是有露电的 所以他会误瞧 就是说 你开的灯多了 他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如果说你 灯少开一些 一路一路开 都亮了以后 他反而就不跳了 但是也有的他会跳 所以说那种现象到现在我也 我也没搞懂 因为水平有限吧 咱们的水平就是一些初级的水平 所以说 希望大家的评论区多多指点 就是您遇到过什么奇怪的 跳露宝的原因 欢迎大家的评论区 多多指点 感谢您的观看